各位选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11章借款费用 我们先来看考情解密 首先本章分支范围是4分到12分左右 12分一般来讲是计算性的题目了 那么难易程度呢偏难 为什么难 其实这部内容难吗 应该说会者不难 但是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难 难在哪了 难在计算 而计算当中难在一般借款 一般借款为什么难 因为他要和资产支出挂钩 所以一挂钩哎呀就麻烦了 好再来看 联动考察 本章在客观题当中和主观题当中都可以出现考题 在客观题中主要考察借款费用资本化10点的相关判断 那么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算 在主观题当中则是更多的 与应付债券相结合和长期借款相结合 考察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 利息资本化金额废话金额的计算问题 然后呢还要求边分路 所以难就难在这了 所以一个计算上比较难 好再来看考点直击 首先第一个借款费用的概数 单项选择多项选择 考评指数两颗心 那么内容 这考的比较多啊 那么内容比如说像开始资本化10点 停止资本化10点 暂停资本化10点 暂停和停止 三个10点的确定 就是三个10点确定 在题目中考过很多很多次了 开始暂停停止 那么还有第四个借款费用的范围 哪些是可以资本化 哪些费用化 发生非正常中断 比如着火了等等 那么再一个借款费用的计量 单项选择多项选择 综合题看见了吗 综合题 那么这是三颗心的考评指数三颗心 那判断可以资本化的金额 那么可以资本化的啊 那么第二个资本化金额 以及费用化金额的计算 然后编相关的会计分路 基本是这样啊 好再来接下来 那么本章23年考试变化 本章内容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 借款费用的相关的概念 那么这个是首先标题是我命名的啊 书上没有这个标题 是我命名的 我是把有关的一个相关的概念 都给他放到这了 好第一个借款费用的概念 什么是借款费用 从标题上来看 是借款产生的费用 对吧 所以借款是指起因借入资金 所付出的代价 借入资金 借钱啊 所付出代价 因为他要归还 要归还 你还得给人利息 是吧 那么这个借款费用 包含几个内容 这块就是个考题 就考题 四个范围要备 那么有借款费用利息 那么溢价 折价 摊销 辅助费用和外币借款 而发生的汇兑差额 四个内容 你别说这四个内容 经常会考 而且经常容易出错 我不信咱试试啊 不信咱试试啊 那么你来说吧 下列内容属于借款费用吗 第一个 应付债券的折价溢价是吗 不是 是吗 不是吧 不是吧 不是 应付债券的折价溢价不是 借款没有 得贪销是吗 得贪销才是 卡过吗 卡过 再接着说啊 那么外币专门借款 外币专门借款 而发生的汇兑差额是吗 是 那么外币一般借款 发生的汇兑差额是吗 当然 是了 当然是了 老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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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 我们说了专门借款 外币的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是可以资本化的 那么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兑差 费用化 费用化 它也是借款费用的范围呀 借款费用的范围是资本化 费用化而已了 所以就这个特别有种出错 我在面首班现场出的的时候 一张嘴就说 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 无论专门还是一般 都是属于借款费用的范围 但是呢 一个资本化 一个废话 而已了 明白了吧 好 除此以外 看下面的表格 看下面表格啊 那么这个给他归纳一下啊 那么企业发行股票的相关费用支付给中介机构 有券商吧 支付券商的费用 那么这个不属于借款费用 那么直接冲资本工艺 为什么呢 借款借款 这是发行股票是圈钱 不是借钱 所以这就不一样了 对吧 那么第二个 且发行债券产生的溢价折价 那么这是差的 不属于 它是寄入的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中 那么且发行债券产生溢价折价 贪销是吗 贪销就是了 贪销就是了 辅助费用是 还有分期付款购买固定在情形下啊 那个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贪销额 也属于借款费用的范畴 贪销额 好 下面看一下18年的考题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带不字的 不属于借款费用的是 外币借款发生的汇兑差额 属于 无论是专门还一般属于 乘坐人因分期支付租金而发生的这个融资费用 属于发行股票 这就不属于了发行股票 那么支付给券商的佣金所谓 这个不属于借款费用 选吗 选 那么利息是吗 借款利息是吗 是的 那么以咨询的名义 向银行支付的借款的利息 只要是利息都属于 所以大家应该选择什么样 C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借款费用的范围 那么借款费用的范围包含两个内容 一个专门借款 一个是一般借款 那么短期借款 也可以属于借款费用的 借款费用的范围 英语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都可以 原来短期借款最早 老准则是不属于的 后来改成属于了 也属于 所以借款范围只分为两大类 是专门还一般不分长短期 好 第三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范围 也就是哪些可以资本化 进入资产的成本中 那么这个资产范围 第一个 固定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存货 还有研发的无形资产 增资产 那么这个事实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 相当长的时间的构建或生产活动 才能达到看见了吗 还是俩字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或可销售状态的什么固定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存货等等都可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符合资本化条件 存货特别强调一下是存货 因为这个存货 以前我们国家是不允许资本化的 全部介入当期财务 现在也是可以了 那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存货 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 开发的用于对外出售的 房地产开发的开发产品 这也属于存货 对吧 还有企业制造用于对外销售 大型设备 大型设备 那么往往可能建造期比较长 超过什么一年等等 那么这类存货 通常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 建造或生产过程 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 也是可以的 那么相当长时间是指 多长时间 三 相当长时间是指的一年以上 还一年吗 那么如果企业购入 即可使用的资产 或者购入后 需要安装 但安装的时间比较短 没有超过一年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都不能资本化 只能去废话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难吗 不难 不难 好 借款费用的相关概念 就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借款范围 第三个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的范围 这两个范围 弄清楚 为我们后面学习铺垫 一个理论 好 这个支点就到这 下面看下个支点 借款费用的确认 三颗星 如果出大题就在这出了 借款费用的确认 关键的问题就是干什么 算数 好 第一原则 借款费用确认原则 总原则是 且发生的借款费用 可直接归属于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 构建或生产的 那么应当予以资本化 那么进入到相关的资产的成本中去 其他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 根据其发生额 直接确认为费用 进入当期的财务费用 这个费用是指的财务费用 好 总原则有了 总原则有了 所以这里要特别强调的 就是这个 就这个 凡是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这要构建生产 那么你都可以资本化 除此外费用化 接着看 那么企业只有在资本化的期间内 这个资本化期间内 这一段时间内 有关的计划没有 才允许资本化 所以资本化期间是确定 借款费用 确认和计量的重要的前提 就这个前提要 你要搞不懂的话 那么题就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再算 专门借款 还是一般借款 都必须强调到资本化期间之内 那么资本化期间后面会讲的 有头有尾 有头有尾 好 那么我想看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是指 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 10点 这头 为停止资本化 10点 那么中间这一段期间 中间这段期间 但这一段期间是不包括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期间的 那么这个要给他扣掉 不包括 怎么理解 这不包括 后面有例题告诉大家 后面有例题告诉大家 后面讲的例题的时候 就那四个月的 那四个月的非正常停工 比如着火了等等 那么就指这个内容 不包括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期间 那么这一点要学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期间 好 总原则有了 那么下面我们正式来讲这个 起点 终点等等有关问题 讲三个十点的问题 好 那么借款费用允许开始资本化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我说很多很多遍 谁在先 谁在后无所谓 反正要同时满足 反正要同时满足 来吧 一 资产支出已发生 什么是资产支出已发生 是指起已发生了支付的现金 比如说支付工程进度款 用现金银行资款支付的 没问题吧 那么第二转移了非现金资产 转移非现金资产 那么或承担代息债务 那么来看一下 具体来讲 第一支付现金是指用货币资金支付的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构建 或生产支出都可以 我刚才说了 支付工程进度款最常用的 难是难的第二个 转移非现金资产 转移非现金资产 也属于资产支出 是指企业将自己的非现金资产 直接用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构建 或生产 比如说我这些干嘛呢 我这些生产水泥的 生产水泥 我自己生产水泥没问题 我自己建造一个满足资本化条件的一个办公大楼 那我自己生产的产品 水泥我用于办公楼建设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那么这属于资产支出吗 属于 换句话来讲 如果我自己不生产 我自己去用银行存款去买水泥 买完水泥我用于工程建设 对吧 那我现在省的 省的银行存款 我直接拿自己生产的这个水泥用于生产的建设 或者是构建固定资可以吗 绝对可以 顺便说一下 这里的支出包括什么 包括构建固定资 也包括生产产品 也包括生产产品 原来没有这个生产产品的问题 原来的资本化的资产范围 一般来讲都是指固定资产 现在范围拓宽了 比如说像刚才我所讲的建造一个船舶 你说建造船舶 这个船舶生产周期很长的 那我船舶是不是一个产品 也是个产品 肯定是产品 对吧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内容 还有什么 我生产一些大型的设备 一些大型设备 比如说这个大型柴油机 比如我们通常所讲的 你们看那个远洋货轮 就那个远货轮那个什么 那个柴油机 那个柴油机相当庞大 那么可能好几层楼高 好几层楼高 那么一天的油费可能上百万都是 那个柴油机非常庞大 那么你说建造周期 我一个月就完了 不可能 那么建造周期相对来讲就比较长 那是存货 也是存货 所以这里的构建或生产 看见了吗 生产也可以 第三 承担代息债务 这里要特别注意那俩字 代息这俩字 承担代息债务 那么是指企业为了构建或生产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所需的物资 等而承担的代息的应付款项 这个应付款项就是指代息应付票据 比如说我买一批工程物资 买批工程物资 我没钱 那么我签发一张代息的应付票据 可以吗 可以 那么代息应付票据说明什么 说明里面有利息的问题 也要给人利息 那么如果企业以奢购方式 购买这些物资 那么没有代息债务情况下 就不应当把购买价款作为资产支出 那么这就不水自然支出了 所以这里特别特别强调 一定是承担代息债务 就相当借钱了 相当借钱了 不发生支出 因为该债务在偿还前是不需要承担利息的 也就没有占用借款资金 你占用借款资金的才是 所以承担代息债务强调的俩字 代息俩字 一定是代息的应付票据 那么这种情况下 说明占用了这个借款的资金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了 直企业已经发生了 因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而介入的 这个就是专门介入的款项的借款费用 或者占用一般借款 这一般借款的利息费用都可以 所以这一块的利息费用可以是专门的 也可以一般都可以 比如说我从银行取得了借款 那么今天取得借款了 说明从今天开始寄稀了 对吧 从今天开始寄稀了 那么利息费用是否发生 发生了 那么专门借款最好理解 那么如果这样一般借款 一般借款的利息费用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为使自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或可销售状态 所必要的构建活动或生产活动已经开始了 用大白话来说开工建造了 开工建造了就可以了 只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的实体的建造或生产工作 已经开始了 比如说主体设备已经安装了 厂房实际开工建造了 开工建造 比如我要构建个大楼 我得挖地基吧 我挖地基 开始挖地基的时候 正式开工建造 这个意思 好 上述这三个条件 叫做开始资本化的试点 所以上述这三个条件 必须怎么着 同时满足 同时满足 而且还要强调一个问题 谁在先谁在后 无所谓 谁在先谁在后 无所谓 反正必须同时满足 那么有一个条件没有满足 那么借款费用都不能开始资本化 只能怎么着 废话 只能废话 好 快速回答 来看一下 请为构建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的相关支出 如下 让你判断判断 开始资本化试点 这个点非常重 开始资本化试点 要错了 后面都错了 来 一 四一号 借钱了 满足一个条件 六一号 支付工程款了 满足第二个了 七月一号 开工建造了 这三句话 谁在先 谁在好 无所谓 那么开始资本化 十点 同时满足哪天 七月号 开始吧 七月号开始满足的吧 所以答 七月一号叫 开始资本化 反正这三句话 谁在先 谁在好 无所谓 再看第二个 八月三十一号 那么 开工建造 十月三十一号 以自有资金支付工程款 就这个自有资金支付的 你管什么钱支付 你银行存款支付的 还是银行借款支付 还是自有资金 还是借来钱支付的 还是投资的 投入的 你管呢 反正我支出了 反正我支出了 对吧 所以自有资金 这话别看 你就支付工程款了 支付工程款了 反正三句话 谁在先 谁在好 无所谓 十月三十一号 取得借款了 那么十二月三十一号 才归还 拿借款 才归还的 自有资金那个 那么 开始资本化 十点 同时满足的三个条 应该是 十一月三十号 对吧 十一月三十号 那么叫 开始资本化 十点 特别注意 自有资金支付的 那么无所谓 无论是什么钱支付 都可以 好 总而言之 一句话 这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 才能 开始资本化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官方政策解读 这个内容 我们去年讲过了 但还要强调一下 财政部会计司 且快准则识问答 这个能够上网去搜一下 网友 上网搜一下 网友 你们去看一下 这里面的很多问题 实际我们在讲课都讲过 但有些内容 书上没写 书上没写 那么用于开发 建造 房屋建筑 土地使用权 这个土地使用权 大家知道 是以支付土地 创金方式取得的 对吧 那么你可以借无形传 也可以借开发成本 那问是否满足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的定义 答 解答 在开发建造房屋等建筑过程中 那么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 应该分别为两种情况 看什么企业了 那么如果建造厂房建筑 换句话来讲 自用项目或自营项目 那么土地使用权是最无形资产来进行处理的 所以土地使用权在取得时 通常已经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那个地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所以土地使用权不满足借款费用准则规定的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定义 因此按照借款费用准则 那么企业应当以建造支出 看的话 以建造支出 括号 关键括号 怎么理解 我告诉你了 就是包括土地使用权的建造房屋 建造厂房 办公楼什么之类 建造期间 进入再建工程 摊销额 为基础 那个摊销额可以作为资产支出 听懂了吗 摊销额可以作为资产支出 而不是以土地使用权整个作为资产支出 不是的 所以应该是以摊销额作为资产支出 确定应以资本化的借款费用的金额 这是第一个 建造自营自用项目 那么第二个 如果建造的是商品房 有房地产企业开发企业 取得土地使用权是由建造对外出售的项目 那么相关土地使用权是进入到存货成本中 就存货成本 有进入到所建造房屋建筑的成本中 就存货成本中 在该种情况下 那么建造的房屋建筑满足 这个时候是满足借款费用准则的规定了 符合那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定义 因此按照借款费用准则 那么以包括土地使用权支出的建造成本为基础 那么确定应与资本化的借款费用的金额 所以这个时候 我支付土地创金的支出 算作资产支出 而前面这个就不算 但是贪销额算资产支出 说大白话就类似 贪销额算资产支出 这是财政部的一个解释 好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内容 第三 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的时间 暂停资本化时间 那么应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那么这两个条件是 发生了是非正常中断 且看着且字 且就是同时的意思 且同时要满足中断时间 连续超过三个月 那么这时候借款费用应该怎么办呢 叫暂停 不是停止 叫暂时停止 暂停借款费用资本化 但是中断原因必须是非正常中断的 如果正常中断相关的借款费用 照样可以资本化 好 第一 非正常中断 通常是由于企业管理决策上的原因 或者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 导致的中断 注意这里是不可预见的 不可预见的 好 那么导致的中断叫非正常中断 那么我们归纳归纳有哪些吧 归纳归纳快速记忆 第一个 由于发生火灾 导致施工中断了 非正常 着火了 我们筑块烤过着火了吗 烤过了 有一道题是四年还是五年忘了 那么第二没钱了 由于资金短缺 那么资金周转困难导致的施工中断了 这个中断 有的时候以中断就 有的时候可能永远中断下去了 你看一些大多数啊 很多的一些城市啊 那个烂尾楼一旦烂了 真的就烂在那了 再恢复很难恢复了 你去看各地吧 基本上都有这种烂尾楼 都有这种烂尾楼 北京有 北京也有 北京也有 好 所以就是没钱了 资金链断了 没钱了 对吧 那么导致施工中断了 那么第三 由于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导致施工中断了 那么一般出现伤亡事故了 那么这种情况往往会惊动谁啊 那么惊动国家安监级的人 他们要来了 这事你肯定大 肯定想不了 肯定大事 停工吧 停工吧 对吧 这是一个啊 第四 由于发生劳动纠纷 质量纠纷 引起的施工中断 非正常 那么缺乏工程物资 那么工程物资 供应不上了 那么导致的中断 那么也都是水 非正常中断 选择挑回选啊 那么第二 正常中断 通常仅限于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可销售状态 必须要经过的程序啊 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程序 所必须的程序 你必须要经过这个程序 那必须要中断一下 必须要中断一下 比如说监理部门来了 要求提供质量检查 这个正常旅行的一个程序 你必须挺啊 或者是预先可预见 可预见的 可预见 但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中断 归纳归纳吧 那么来看正常原因的情况 一 由于其可预见的不可抗力因素 比如说雨季大于 比如说北京吧 北京雨季大概七八两个月份 北方冬季 那东北东北 对吧 那么冰冻季节 沿海刮台风 这刮台风 我讲和老讲的刮台风 这刮台风这个内容 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 刮台风这事是可预见的吗 当然是可预见的了 当然可预见 但不可抗力 你抗力不了 为什么可预见 中央气象台 往往会预告啊 多少多少号台风在什么海面上形成 然后呢 怎么怎么着 会告诉你们 会搞 中央气象台会预告的 因为现在都有什么 都有气象卫星了 这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导致的这个中断是属于正常中断 正常中断 好 还有些学生问 我就给我抬杠啊 非得给我抬杠 这以前的事 现在没有 我现在一讲 他们都不说了 我一讲都不说了啊 我没讲的时候 他们就说啊 老师 刮飓风 怎么办 老师 刮飓风怎么办 飓风 我说你是 你是在哪儿刮的 刮飓风在哪儿刮的 我们中国能刮飓风吗 刮不了飓风 只能刮台风 飓风是美国那边刮的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这你学过地理应该知道 对吧 没问题吧 那么这个咱不管 我们国家叫台风 两码事啊 这个咱过多地理之谈不讲了 没时间介绍了啊 还有学生问 我这么没问题 老师 你说这个是正常非正常 每年春节期间啊 我们南方下那个冻雨 下雨后 那么结冰了 那么结冰了 地面上一层冰 我们有人管他叫穿山甲 穿山甲啊 非常滑 对吧 那么造成高压线中断 那高压线上结的冰啊 等等 老师这个是正常非正常 答正常 为什么 可预见吗 可预见 但不可抗力 抗力不了 是不是 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再问我 老师 你说这个呢 地震 老师地震 地震 先说可预见的吗 可预见 不可预见 不可预见 是吧 不可抗力吧 不可预见 不可抗力吧 那么一定是水什么 一定是水 非正常啊 学生给我抬杠了啊 老师你错了 老师 你奥特了 说 那个四川哪边地震 经常在电视上会 什么 发出15秒或10秒的预警 没错 我看过 啊 我看过 我在短视频中看过 啊 电视中我也看过 这种情况和我们这没关系 说了没关系 我告诉你 真正我们国家 真正预告出来的地震 成功预告出了地震 那么只有一次 叫做海城大地震 海城大地震 辽宁省海城大地震 那么那个是一个月之前 因为地震前兆特别严重 啊 特别严重 那么那次真正成功预告 预告出来 现在听说过吗 说中央 这中国地震台网预告 明天要地震了 说后面地震了 说一个月后地震了 说过的事吗 从来没有 全是马后炮 所以这块叫做什么 不可预见 不可考虑 还有学问我 老师 挂这玩意儿 龙卷分 你说老师 挂龙卷分这个东西 正常非正常 这我第一次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去上海 最后一年我去上海 避马威上课 那么 当天晚上 我在 在那个饭店里头 坐着看电视的时候 报道在浙江 某地发生龙卷风 造成重大伤亡 结果第二天 学生问我 老师 这个是正常非正常 正好赶上那个 正好赶上这个 得亏当天晚上 我看电视了 他说 他这么说 当时 当时啊 这多少年前了 他这么说 现在我没查 我没查这个东西啊 他说 美国 美国 是提前15分钟 预告出来 没有说我们国家 没有说我们国家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如果 无法预告的话 根本就无法预告的话 那么就是 不可预见 不可行李 如果能够说 中央气象台预告 说这块要刮 龙卷分了 那么这种情况 就可预 完全得看啊 完全得看具体情况 明白了吗 好 这就咱不再过多介绍这东西 这是可预见的 不可抗力 好 这第二个 工程建造达到一定阶段 必须要暂停下来 进行质量 或者说安全检查 那么检查通过后 才能继续下个阶段的建造工作 那么这一类的中断 是属于施工前可预见的 也是可预见 而且是工程必须要经过的程序 必须要经过程序 也属于正常中断 那么我就讲两种情况 正常中断 好 看19年的考题 根据企业快准则规定 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在构建或生产过程中 发生了非正常中断 企业中断时间连续超过三个月 那么应当暂停 没问题 那么下列属于非正常的有 A 劳动纠纷 非正常 没钱了 非正常 安全事故 非正常 因材料 工程用材料 为及时供应导致的中断 非正常 A B C D 都属于非正常 都属于 我们前面归纳过 不用再看解析了 这是第 三个问题 第四 借款非常 停止资本化时点 停止 停止资本化时点 总原则 这几个字是我加的 是我加的 总原则是 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看得了这了吗 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 那么借款费用应当停止资本化 之后再发生借款费用的时候 那么根据发生额 在发生时 根据发生额 直接确认为财务费用 既有当期损益了 就不能资本化 总原则是 有了吧 是六个内容 后面会讲六个内容 这六个内容当中 前三个和后三个 前三个比较简单 后三个稍微复杂点 好 我们先来看一道2020年的考题 总原则就知道了 先看求什么 求贾公司厂房工程借款 停止资本化实践 找到了吗 停止资本化实践 停止资本化实践 你就记住那俩字 达到就可以了 找那个达到就可以了 来看题目 18年5月1号 贾公司正式动工兴建厂房 为解决资金问题借了钱了 借钱了 什么是借的 那就不管 6月1号借的 期限一年 1929年 3月30号这一天 3月30号这一天 厂房工程全部完工了 全部完工了 这是一个 4月10日 厂房经验收 验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这是一个 好 那么5月2号厂房投入使用了 投入使用了 5月31号归还了 那我问停止资本化十点 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 从这个题目来讲 有争议 争议在什么地方 这题好像没有对外公布 我不知道 我忘了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3月30号全部完工了 这是个完工了 然后4月10号 经验收达到了 经验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就这个争议争在这 到底3月30号 4月10号 那么我们认为 应该还是那俩字达到 所以是4月10号选择C 选择C 因为4月10号这天 厂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那么有人说 老师你那个3月30号工程完工了 工程是完工了 但是工程完工 你必须要达到 必须要达到预定可 你还要干什么 还要进行复合联合试车等等 那么这些内容 虽然完工了 可能还没有干什么 还没有进行测试啊等等 那么如果厂房的话 那么在这还要经过测试等等 有关内容 所以这里头必须要经过一什么 必须要经过一个 一个什么 那俩字就这俩字达到 什么厌不厌收无所 关键是达到 找达到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你就找那俩字达到 这俩字就可以了 达到两个字 所以讲那一个学生 跟我较真 事务所 他跟我说 老师要造这么着的话 完工了 我就不 不厌收 不厌收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借款费用照样可以资本化 虚增了固定产生本 我说 你那个是不厌收 我这一块厌收不是重点词 重点词达到 重点词达到 你知道吗 重点词达到 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在实物当中啊 真正达到预定 可使用算的判断 应该是有甲方 有甲方乙方 还有监理方 甲方乙方 大家实物都知道吗 还有什么监理方 那么这块呢 要进行确定 有个确定的 好 这道题答案 选择还是C 好 下面我正式来讲这六个内容 停止资本化实点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第一 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的实体 建造包括安装 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全部完成 或实质上已经完成了 那么可以认为借款费用应该停止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与设计要求 合同规定或生产要求 相符 或基本相符了 即使个别地方 与设计合同或生产要求不相符 但是也不妨碍 正常使用和正常销售 也认为 那么达到了 就应该停止资本化了 第三 继续发生在 所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上的 资产上的支出金额 很少了 或几乎不再发生了 也认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那么也应该借款费用应该怎么办 停止 这三个很好办 这三个很好办 麻烦就麻烦的四五六了 来看四 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需要试生产或试运行 看到吗 试生产试运行 那么试生产结果 这个试生产 试生产结果表明自然 只要能够正常生产出 正常生产 合格产品 就这个内容 我们筑块就考过 我原来讲过特别典型的案例 那个案例我讲完后 后面就好了 我讲的案例 大家知道吧 还记得吗 余太白 太对了 余太白 余太白 余太白是我们 中国政策上特别著名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余太白案件 余 重庆 太白 生产太白粉 太白粉就建筑用料 建筑用料 生产太白粉的生产线 这个 这个 这个案例的特别特别早了 特别特别 当时 是重庆 重庆那时候还没有 成为直辖市呢 还属于四川省呢 还属于四川省 那么当时 事务所也没改制 那时候的事务所是隶属于财政厅 那时候事务所都属于是事业编的 那正经事业编的 你知道吗 正经事业编的 你知道吗 那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真正正经的是事业单位 你知道吗 有时候事业单位现在脱钩了 改制了 现在都 那么那个时候 重庆会计事务所 出具了 中国证券史上就所讲的 第一份颇有争议的审计报告 上海龙查到这个案例 那么对于太白 他的借款费用大概多少钱 我也忘了 八千多万吧 八千多少钱 我也忘了 那么他给资本化了 那么他出去否定一些 否定一些 那么为什么呢 他认为 事务所认为达到预定壳 实用上 为什么 他说是生产 结果表明 这个鱼太白 这个太白生产线 这是已经生产出太白粉了 已经生产出太白粉了 而且生产合格产品 但是 那个企业产品认为 我们没有达到设计产量 说设计产量 那么大家知道 什么叫设计产量 我这个日生产能达多少多少吨 他没有达到 但是事务所说 你为什么没达到 你没有达到 原因是没钱了 你没钱 没有钱去买原材料了 造成原材料供应不上 所以没有达到设计产量 所以就这个内容 后来财政部说了 说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我们在听口 财政官员讲这个例子 说了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 还没有借款费用准则 还没有借款费用准则 所以呢 那么财政部官员说了 说这个案例非常典型 后来就要求 该企业 执行国际草报准则 因为他上市公司 他上市公司 请执行国际 快准则 也要执行国际草报准则 就出那么一个事情 所以当时借款费用准则 就提前颁布了 就因为他才提前颁布的 知道吧 所以这里面强调是 是生产 然后能生产出合格产品 还有往下就是试运行 试运行 结果表明自然能够正常运转 或者营业时 说的是饭店了 购物中心这类的 那么也应该认为 该资产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或可销售状态 借款费用应当怎么着 停止 借款费化去 这是第四 第五 构建或生产 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各个部分是分别完工 每部分在其他部分 继续建造或生产过程当中 可以使用 可供使用了 或者可以对外销售了 可以对外销售了 且为使该部分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或可销售状态 必要构建活动 实质上已经完成了 也应该怎么着 停止与该部分资产相关的 借款费用资本化 那么以后废话去 以后废话 这我讲的最典型的例子 就这个例子 比如企业建造三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 电冰箱车间 第二个项目 洗衣机车间 那么第三个是电视机项目 那么假定说 这三个项目用借款构建的 那么这三条生产线 你琢磨琢磨 从生产工艺角度来讲 谁也掰谁 对吧 谁也掰谁 现金流也相对独立的 那么现在假定第一个项目 电冰箱车间 已经完工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那两个项目还在建造当中 那么你说根据上述资料 第一个项目 电冰箱车间 借款费用是继续资本化 还是停止资本化 很简单呀 应该是停止了 停止了 理由 该部分资产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或可销售状态 好 第六最后一个 那么构建或生产的资产的各个部分 还是分别完工 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 这里谈到整体完工后 才可以使用 才可以对销售 整体啊 全整体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将该资产整体完工时 停止资本化 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各个部分的资产 已经分别完工 也不能认为该部分资产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且只能在所构建或生产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全都完工了 全都完工了 只有在所构建或生产的资产 整体全都完工的时候 才能认为资产已经达到了 预定可使用状态 或可销售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借款费用才能停止 否则继续资本化 继续资本化 我举个例子 我删掉了 但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 我们大家都知道钢铁企业 钢铁企业 钢铁企业从生产工艺角度来讲 三大生产步骤 你们学成本块应该学过 三大步 第一 炼铁 第二炼钢 第三是扎钢 不考虑选矿车间了 我就三大步骤吧 炼铁炼钢扎钢 对吧 那么这三个车间 我分别建造 分别完工 但是这三个车间必须怎么着 全都完工才能投产 是不是啊 你第一个车间你建完了 建完你能投产 投不了产啊 第一个车间炼出铁水 得给第二车间炼钢车间 炼钢车间炼钢 比如吹洋 用最简单的吹洋 那么得到了钢水 钢水然后到后面呢 得到了钢钉 钢钉在干什么 炸钢在炸钢 所以这三个车间必须怎么着 同时完工 你才能有可能认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因此三个这三个车间啊 这三个在某一个车间啊 完工了 那么那两个车没完工 那么借款费用继续资本化 借款再说继续资本化 好 这是我们讲的六个内容 满足其中一个就可以 一个就可以 好 看例题多项选择 在符合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的会计期间 下流关借款费用 符合会计准则有 符合会计准则有 A 构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可销售状态时 借款费用应当停止 这没问题 数上原话 B 构建固定资本过程中 每一个快期间的利息资本化的金额 你不能超过当期相关借款费用 实际利息费用金额 这后面会讲到的 也就是你的资本化 最高就是你的实际利息费用 我实际利息费用100万 我资本化150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最高最高限额就是你的实际利息费用 C 为构建固定资本活动而发生的正常中断 且中断时间超过三个月的 正常中断 中断期间利息照样资本化 这对的没毛病 我们说了暂停的同时满足力 第一个非正常 第二超过三个月 这是正常 不是非正常 所以照样资本化 第 大家看 构建固定资产发生了 非正常中断 且中断时间没有超过三个月 借款利息费用 照样资本化 既有资本上 对啊 没毛病 全都对啊 ABC都对啊 没问题 所以看解析 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在构建或生产过程中 发生非正常中断一个条件 第二条 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三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怎么着 是暂停 暂停 借款费用资本化 好 快速计 总结总结吧 我们刚才所讲内容啊 讲的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开始资本化 实际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呢 是停止资本化 实际六个条件中满足一个 就可以 两点中间这块是资本化 而且得超过一年 两头的呢 两头全都是废话 两边都有废话 既有当期潮费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啊 十点的问题 好 到了为止 那么这个指点讲完了 借款费用的确认三个心 啊 那么这个确认问题 大家也弄清楚啊 考题经常在这出 大题也在这出 因为大题计算我在后面呢 啊 但内容在这 只要考借款费用 大题的话 这块逃脱不了的 逃脱 让你说明开始资本化 是要停止资本化 十点等等 说啊 说明理由什么之类的 好 这里头有 开始停止和暂停的问题 好 这个指点就讲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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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